歡迎各位又來到家國生活每逢晚上11點至12點在FM10 5.9 廣播 直播室有阿力蕭、Michael Jang、Dr. Tong 有志、Adam Poon 和我們風流TikTok的Ben 梁萬邦 Michael 我們今天首先講了10 billion 是不是嗎? 如何談論呢? Michael 大家在座都知道為了抗疫政府 最近在施設部裏除了提出很多抗疫措施之外 要準備提出一些方案去刺激我們加拿大經濟 在施設部裏不久提出了100億的基建投資項目 而這100億是短期更長期的基建投資 在這100億的基建投資裏面都是想刺激整個聯邦的財政 甚至是刺激整個加拿大經濟活躍上來的時候 在這情況下想聽一下在座對於這100億的基建投資 你聽見這100億的基建投資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想法? 但我知道阿力對這100億的基建投資 你有詳細的分數表出來的是不是? 先講一講這個表面的內容可不可以 好 圖表大家可以看到 圖表大家可以看到 有上以下 有15億1.5億億 就是那些叫做0排放 即是零排放 它會製造5000架車 5000架巴士 是這樣的 有零排放 另外有25億2.5億億 就是為了清潔能力 最主要就是把省與省之間 它們的交流 Grid Line的連接 是用這個結淨能源的 還有它也有些儲存的技術 然後有20億或者2億億 就是為了一些建築 新建築 它們也有希望 製造低能力的建築 或者建造低能力的建築 然後也有20億 即是2億億 是為了這個邊遠地區的鎖 寬憑很重要 當然是從家 另外還有15億 即是1.5億億 它在農業那裡 它希望避免會做得好些 我現在先說短時間 其實它有長時間 我稍後再加上去 Michael 你想 謝謝Alex 先描述了100億的基建投資 還有補充一件事 這些基建投資 是通過所謂基建銀行去進行的 或者稍後我們可以講講 基建銀行的運作 首先 整體的鋪層 整體計劃 我想再聽一下 湯博士 一看見這個計劃的時候 你馬上即時有什麼感覺呢? 這100億的基建投資 是否及時 可不可以用到 刺激加拿大的經濟呢? 湯博士 你這個投資 就看你是怎樣說 首先你現在的政府 它就用了 infrastructure 這件事 你一說這個 你聽infrastructure 這件事都不是說 立刻會很快 會看到有些什麼 叫做 financial return 那樣的了 這些都 想下去看下去 都是屬於一些 長期的投資 如果你說它是一個 投資 如果你看下去 在這裏來說 譬如它說 那些 large building 那些 retrofit 那些 那些通常來講 應該都屬於一次性的 那它就沒有一個長期的 這個 financial benefit 當然它從一個 就是說 reducing 那個 admission 那裡它是有一個 benefit 但是至於你說那個 那個電動車 譬如我們現在說 電動車 zero emission 巴士這件事 那你現在在加拿大 它是不是想 說自己 建立這個產業呢 那你這五千部車 譬如我們最近說 多倫多說 有60部這些電動大巴 它已經號稱 是北美最大的一個車隊了 那當然呢 如果你說五千輛 這個計劃是很問題的 但是我們政府 它是不是希望 我們是 就是 加拿大 自己 made in Canada 那還有 我們那個產業年 是不是ready 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我相信是可以建立這個 有這個能力去建立 但是現在是不是ready 那這裡的確就是 沒有看到很多的東西 那至於你說是農業那些 農業那些以前呢 就沒有聽到它說太多的 就是好像大家比較少討論我們 這個infrastructure 特別它說到灌溉那樣 那我們加拿大應該就 不是說一個 血水的地方 也不會說什麼 有很大的 特別大的洪災 乾旱 那它這個計劃呢 相對來說也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計劃 那其他呢 就是 譬如那個 剛才阿歷說到那個 互聯網這件事 那我個人覺得呢 就 這個的確是 就是我們 作為一個北美的國家 如果 還有很多人 不可以上網呢 這個的確是 not acceptable 不可以接受的 在今天來說 應該是 這個 作為一個基礎設施呢 它是應該去 去 完善這件事 那當然這個 也跟我們加拿大那個 福源比較廣大有關 因為很多人 住在那些邊緣的地區 那所以呢 它政府說 拿些錢來 完善這部分 那這個呢 就是屬於一種 我認為呢 可能就是 政府所說的 所謂的 所謂的 社交環境的 概念 阿Maco 我想問問 Dr.Tang 一個問題 Tong Sir 他在Frontswitch 那裡有提過 那個零排放的巴士 他想用Nickel cell 其實Nickel cell 我比較見得少些 這件事是否新的 他所謂的 Nickel cell 如果他所謂的 是 那個 那個 這個 就不是說 叫什麼 新的 因為 所有 加很多 那些 電池 主要是用 鋰電池 Lithium 是吧 但其實呢 這些 金屬它的性質 都是有些類似的 只不過 這是一種改性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 它那個 所謂Nickel cell 的特性 但是 希望它 可能是比較適合 我們加拿大 比較寒冷的天氣 在這方面 有所改進 但這些 都不會是 什麼革命性 或者 breakthrough 的一種改變 它始終是一夠 建築 只不過是用不同的材料 好 其實先看 湯博士都說過 在那個 清潔能源 還有提高的能源效率 那個建築物翻身裝修 還有 零排放的巴士 這三方面 都是 對準諸環保 或者綠色經濟 我知道Adam 長期關注 加拿大的綠色經濟 但是 對於 杜羅政府提出 這三個 的計劃 和設施 你怎麼看 一陣你怎麼看 收到應該很清楚 是不是 我聽到你比較慢 綠色經濟 就說了很多 但是 上一任 或者上兩任 或者以前的 綠色能源法案之旅 就有 就是在政客 或者在議會 推出一些法案 但是在配套 就是實施上來的配套 就很有問題 我想湯友哲博士 都會看到很多 如果整個綠色經濟 需要前和後 那前面 需要培訓一些 業界裡面的人 不是單止是學校訓練出來 而是就將 已經有的 workforce 我舉個例子 太陽能 一個 如果你說是太陽能的 裝置 但是在很多的配合 譬如在市政府 他們在法例 或者執行方面 那個 配合 是相當缺乏的 雖然法例 只是要求了電力公司去配合 但是在公司裡面 在屋的 組織 和連接 那方面的 工作的配合 是非常缺乏的 再來就是 操作人員 譬如技工方面的訓練 因為這方面 不是馬上可以 一兩個月 或者三個月可以做到的 再加上 業界還沒看到 究竟這些政策 是否可以長久貫徹 在這方面的投放 譬如他訓練他的員工 或者整個公司 去向這方面發展 是有很大的困難 我自己本身 曾經在短暫時間 也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亦都因為老闆看不到 有前景 是將這個部門 是不再繼續的 這個是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那在其他方面 都有的 譬如說電動汽車 其實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擔心 充電站或者上路方面 是不方便 那所以呢 現在大部分的 Cells 也都不掌握到這方面 用了這件事 作為一個拒絕 去推銷 這個電動汽車的原因 那這個 我想 詳細可以 你提到 有一個是充電站的建設 就是那個infrastructure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 雖然那個 那個願景是很遠大 這把充電站 包括充電站 是的 那最近 因為我本身都在用著電動車 都有很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那在原梯圍的充電站 早兩三年已經講了很多 但是到最近 才慢慢見到 私營的公司 或者是沿著公路 就開始建設 但是都不是很周詳 或者細節 如果有興趣 大家再講 這個就是我想舉出一些實際的困難 在綠色經濟方面的其中一些部分 那如果要講 還有很多可以講的 或者 湯博士 他都 involved 這方面 涉獵在這方面的 計劃 project 我想 如果有興趣可以在這方面分享一下 Beng哥 剛才湯博士也講過 我呢 在目前 疫情襲擊著加拿大經濟的情況之下 這些基建投資都比較長期 而經濟收益 或經濟效益 不是即時都見到的 你作為一個會計師 又長期關注著加拿大經濟的專門人士 你覺得這100億投資在機構建設裡面 對我們刺激加拿大的經濟有多大的作用 會不會感覺到遠水不能夠近過呢 Beng哥 首先 這100億老生常談 2015年自由黨上台 在2016年的財政預算 是會拿18.2個Billion出來做基建的 你問問自由黨到今天 那18.2個Billion花了多少在基建 我想 五分之一 因為他們這筆錢的使法 當年的使法就是 三級政府 你出雞我出豉油 他出蔥 市政府連蔥都沒有 沒有說豉油 你出雞有什麼如何 所以沒有一件事實行到的 第一 第二件事 今次這個 100億的投放 是通過加拿大發展銀行 是你借錢出來 它會比較寬鬆 不是透過普通的銀行 商業銀行借錢給你做這段生意 一定要商家接這個波 所以要所有的措施 好像我博士說 要所有的措施能夠付出行動有影響 在執行方面 有多熱心 有多熱誠 有多少能力 有多少人 是肯執行這件事 還有在稅務上 給投資者有多少優惠 例如 如果我蓋這些充電罩 我是不是可以一次過 將所有的建築工程費 當作開支 一次攤還 攤分 根據稅例 你做任何的事 只要跟綠色人員有關 你就可以一次攤分 可以一次過 當作開銷 所以如果要做在稅務上 有些優惠 或者有些商家 是會投資 另外還有一件事 在這個 銀手方面 到底我們加拿大 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去接這個波 去做這件事 另外 慶五千的巴士 我只是講一個天方夜譚的笑話 來的 Bombardier 我們扔了多少錢 在銜手上一樣 養不肥 養不大 所有的 我們很有 叫做 有 規模 有聯邦政府 有 富多坑坑政府 不斷地贊助企業 始終 都是董事拿瓦金 就說一間公司 搞到不倫不倫 多良多TTC 給我訂的Street Car 價格都送不出去 如果我訂巴士 價格都送不出去 怎麼辦 給人的印象 就是說 我們的執行者 是缺乏一個長遠性的能力 去將這些事付諸行動 那麼 今時今日 你會見到我們的聖誕老人 雖然聖誕節 由今年三月開始 每天11點就見到聖誕老人出來派堂 這個也是一個派堂的計劃 他講出來的東西是很好 但是 每一件事的執行是如何呢 真是要靠加拿大人 再加上剛才說 搬貧的設施 加拿大就是地大物博 真是不要博 博什麼都要花藥費 你就叫住健康會近一點 為什麼為了你 你等於一封信送去Innoit 是4000元加幣的成本 送一封信出去 你就以後不要收信 那麼自由 你就自己都自由 方生夜亮相 起碼山頂 起碼山頂 山頂住 不要緊的 是你沒有 對不起你沒有wip就沒有了 你靠近一點市區 大家是不可以有 如果你是工業上的需要 生意上的需要 有衛星電話 所以我覺得 在整個執行過程中 真的要衡量到 是不是國人 是得到利益 我不可能為一個人 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做一些基建位 就他一個 兩個 三個 我覺得這些是浪費 我們今天的資源 應該是集中 是要看經濟效益 這個可能 有商家插手 我知道你都從事高科技的金融方面 你對於這100億的投資 在五大的範疇面 你在這個五大範疇 你沒有特別想拿出來談的 而說到 Bank哥說到那個 通過投資建設銀行 搞這100億的基建投資 是不是很像一般人所理解 就是說 透過公政府和私人合作做的PPP 出來的效益未必達到效果 或者請你講出你自己的意見 這次我提到幾個問題 Alec 你 標了 你 聽到你說話 Alec 搞定搞定 我不記得了 OK Bank剛才說了一些critics 我想我用一些比較正面的方式 Infrastructure Bank Infrastructure Bank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2015年已經說了 好像38個billion 其實那個progress不是很好的 因為它要談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唯一我看到這個就是在Montreor 這個就是Montreor機場 由機場到Downtown Express 這間公司叫做CDPQ 是一個Pension Company 來的 它丟了2.9億 差不多一半的價錢 因為整個造價是6.3億 6.3 billion 不同的project 都是 例如 Gold Rail Expansion 那裡就做到 有2.9億 加上Ungoing 做 在Corrigal 做Expansion 那 VIA Rail 那裡 也擺了銀碼 那這個就是Lulu Island 這個在Richmond 裡面的一個District Energy 那這個是潔淨能源的 那所以就 但是只有一個memorandum 那這個就另外一個就是 應該如無意外 也都是在Montreor 也都是在Port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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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hance Terminal 這個Northwest Territory 是engaged 沒有銀碼的 那這個Northwest Territory 暫時都是講到的 那所以你看到 在Infrastructure Bank 雖然它有很多項目 在說我看到 上次好像有73 73個 但是那個進度 就一般的 就是這個是 一個障礙 沒有那麼效果 但是我相信 政府的立場 就是如果我理解 其實政府 他設一些銀碼出來 是 就是想說 這個是potential opportunity 是個大方向 是個大方向 那譬如說 它是燃燃營 bus 那這個是很好的 starting point 是不是 它未必可以做到5000架 可能未必做到Bombardi 那麼好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也都會好些 未定 那我覺得它這裡 那麼多東西 比如我看到clean power 那些大家說了很多年 那它只不過呢 就是說 設一個方向 希望呢 就是大家 provinces間 因為要有一個 燃營營 要連接 一要做那樣東西 那時候呢 它就introduce 一個clean power 下去 那也在同時 就希望 有些funding 我覺得 希望 可以開始 改這東西 因為它有storage 在那邊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它設所有的東西 都是設一個 direction 說希望 為我覺得這件事 要發展 我扔些錢下去 那用這樣的形式 是引這些人 去那個direction 這個我覺得 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剛才說的這個方向呢 是說到很正面 但是我們參加者一邊 都提過一件事 就是說呢 這些計劃 未必真是可以 即時效用 的時候 當疫情已經打擊 加拿大經濟這麼嚴重的時候呢 這些措施 是不是不可以 起到即時效用呢 你擔不擔心 剛才我也提出了一個問題 但是就是你 我告訴你 因為所有這些 你想得到近過呢 有沒有這樣的顧慮呢 你講的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是 是 新的direction 新的technology 新的innovation 是 Adam也講過 你要訓練人 所以是有些時間表 不是說 第一天就搞定 所以我覺得 如果設定這些 是十年計劃 我相信五年之後 應該有些事情去看 但是這個是 一個比較長線的 軟水不能夠近火 但是 Ben哥想請問一下你 既然提出了100億的基建投資 好像Adam說 好像Alex和Adam說 是一個比較長線的計劃 但是你個人認為 如果真的要馬上刺激起 我們這個加拿大的疲弱經濟 你覺得除了基建投資以外 有什麼計劃可以令我們加拿大 盡快的復甦過來 我講出來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 由之之中都會反對我的 我一直都堅持我的 論點就是說 要搞經濟就搞好它 用心去做 不要看著選票去搞疫情 去搞經濟 你如果能夠 totallockdown 真的要lockdown 就lockdown得緊很多 然後再開經濟 不湯不水 這過去十個月 半年做的事情 只是雙經濟 是沒有辦法 將經濟帶上去 如果繼續都是 不湯不水 關左邊門就開右邊門 關前門就開後門的 這樣的做法 你們要不就不要擔心疫情 要不就擔心疫情 要不就擔心疫情 就徹徹底底去做一件事 痛 是軟痛 然後呢 將經濟帶上去 各個的收益 如果繼續不斷地叫你們不要上班 怕如果前面有蛇 就不要進森林 我給錢你買一雙鞋 我給錢你買一雙鞋 你不要進去 各個用這樣的心態 我今時今日 我每一天面對的 就是一個在哭的老闆 找不到那幾個上班 如果這些福利 再不去嚴謹地執行 這個經濟 你最多一千億的 環境都沒有用 因為人的惰性 是存在得很厲害 我越看越痛心 今天見到幾個老闆 他們都心痛到 我沒有辦法 今天5號了 個個就因為新的CRB開始了 個個都不上班 他說我要拿以前的工資一半 我才上班 否則我不會上班 這件事其實就已經害到 無論如何都沒有用 我只是見到一個弊處 我很消極地見到這個弊處 當然幫到的人 是不少的 但是經濟上去 是一個全盤的計劃 我們不可以再由醫生去運動這個國家 阿Ben 每天就是醫生 阿Ben 我想你不知道大數據那件事 現在已經查到83萬人 是有問題 我認識的沒有一個查到 你以為 遲早都會查到 你做過那些事 繼續拿著 我認識那些人沒有一個查到 你現在拿著 一樣會 要吐出來 所以我覺得 沒有懲罰性 吐出來有什麼意思 你說當然沒有懲罰性 但可能有懲罰性 所以其實 我明白明白 我知道你很懲罰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你看到那些客戶 看電力經濟這樣 我真的很懲罰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是10個billion 就是他是阿龍基的錢 我們不說 我們先拉回 那些100億的基建 就是基建 為何可以搞到短期 經濟上去 要靠人 對不起各位 我想聽 湯霍士或者Adam 對於這100億基建投資裡面 特別有很多關於環保方面的設施 你認為這些措施特別 我剛才也問過Adam 就說 清潔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零排放巴士 充電設施等等 你們認為 會不會可以 對我們平約的加拿大經濟 起到直接的作用 康博士和Adam 你怎麼看呢 就是不要理會 執行方面 有什麼困難 本身的計劃 對我們加拿大經濟 有多大的刺激作用 而刺激的作用 可以是短期 長期或者中期 兩位有什麼看法呢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們安省 在2009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個綠色 經濟綠色能源法 現在確實就是 剛才阿Ben有說過 做事 有時候很怕就不拖不水 其實Adam也提到一點就是說 有些政策你執行 你一不就 你就是 做到足 最怕就不拖不水 那你現在做這些 綠色的東西都是 你說拿筆錢出來 但是 你現在說是PPP PPP那邊 人家都要投資的 就是人家不是說 靠你那一百億 就是賺你那一百億 因為你不可能是 你投資的 就是 就算是說 你出醬油 或者出蔥也好 出雞也好 人家都要 就是Private 他都是要出錢 那說到底呢 他就是也要看到 這個回報在哪裏 但是你現在呢 這些不是三兩年呢 他那個投資 就收回來的 那他是Longton 五年十年 那他也會怕你 就是說 譬如說 你現在做了五年 那五年後 你又改了政策 那我就死 是不是 所以呢 也都有一些 這樣的擔心在裏面的 就是對於一個投資者來講 因為 從業員都是一樣 從業員 就是我進不進這一行 去投入這個事業 如果沒有人願意投入 一樣 那幫導師的講法 有什麼補充呢 是嗎 Adam說的 這個也是一個項目 就是 譬如我說 我要去讀 一個環境工程 或者我要去做一個 一年或者二月 三月的訓練 但是這件事做完之後 有沒有前途呢 可能現在很多人 他都不會很清晰 對這個前景 或者你這個政策 不是一個長期的政策 那變成呢 的確是有很多事情 不清楚就會影響 那政府 他是不是可以 將這些事情更加清晰呢 那 阿Ben 他剛才說了 就是 比較悲觀一點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呢 也都是 就是 就不是說 單一是哪一個黨的政府 就是我們北美 都是一種競選政治的前提下 就是 又會慢一點點了 我想問你 湯博士 這裡呢 其實他長期期會 扔到23億 230億 多些錢 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最主要是 就是像Adam說的 最重要是 你訓練到人 有些配套 是總共的解決 才可以進行 但是Adam 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就是 當政府提出的計劃的時候 他野心勃勃地 認為呢 這計劃可以既增加到職位 又推動到經濟 經濟發展的話呢 你長期 關顧著我們的加拿大 的經濟 你同不同意政府 你看法話 真是落實這計劃的時候呢 既可以創造職位 又可以推動經濟 但是促進去 要很快 要很快 一分鐘 教練 很簡單 你說了兩個很重要的字 真是 如果真是 貫徹的 那就行了 明白明白 簡短吧 明白明白 總之是要拿個心 拿個心做 好 不單是拿個心的 就要 齊心 由上由下 從業的人 老闆 政府 是 大家都是 真正 要做好這件事的 多於拿出來做口號 人家這個黨競選 有這件事 人家喜歡 我又加進去 這件事 就不是真正了 所以其實 就算是23個比例 都沒有特別大作用 最重要是落實 好 那不是 又不可以這麼說 就講到這裡 好嗎 上半場就差不多時間 好